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6月16日 星期二 大家好 這一節我們想說一個 其實有一點冷漫一點的話題 因為近來大家比較少注意的一個國家 叫日本 因為早一陣子有個 求星叫本田歸右 批評 批評日本政府 政府就不肯參與制裁中共 就發現原來是因為看了fake news 最後就向政府道歉 這個日本人做得相當好 做錯了他們是會第一時間出來承認鞠躬道歉的 沒錯 因為以往的日本和現在的日本是不同的 現在的日本也是一個 有教養的民族 以及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 其實 日本 日本 就算是二次大戰 本身也很有禮貌 很有紀律 日軍就沒有什麼 你看看 你們有很多習牌軍 因為我們這一節也要說大日本帝國 因為大日本帝國 再度 入侵大中華 這麼大件事 這個真是大件事 這個小日本 也不知為何叫大日本還是小日本 通常說是侵略者 要貶低他就說人家是小日本 說人家是侵略者 當然要說人家是大日本帝國 又是野心 帝國主義 這個是中共說得最多 歐美的帝國主義 歐美的帝國主義 所以連美國也說是一個帝國 全世界沒有人敢說美國 帝國主義 因為美國從來都不在行帝國主義 中共其實真的是無憾 Fake news 帝國通常包含著 要不停地對外戰爭 是拿了一些殖民地 拿殖民地攻城掠地 拿人家的地方 但是美國那麼久以來 從來都不拿人家殖民地 大家有沒有發覺有美國殖民地 美國殖民地是沒有的 但是美國的軍港有很多 軍事佔領區有很多 那些是保護人家的 不一樣 這個世界沒有辦法 人家是世界警察 誰叫你不是嗎 這節就不是譴責美國 譴責大日本 大日本 好了 先說新聞內容 這個石緣市 小小的一個石緣市 竟然是 竟然是打算反制中國 這麼厲害 他用甚麼反制呀 又是一個很敏感的議題 釣魚台 我以為他 停止向中國出口石緣牛 讓你不能吃石緣牛 我以為他停止出口石油 因為石緣牛很貴的嘛 是一種高級的利用 這個日本沖繩石緣市 石緣島 是非常之難免的 但是其實是歸了去沖繩縣 來沖繩本島是很遠的 這個石緣市 又是 之前那件事 又把這個釣魚台 改名為登野城尖角 引起 台灣 以及大陸的 不滿 這個石緣市市長 中山二龍 就是 回應 說因為這個中方 中國的公務船 近日 頻繁出現在釣魚台海域 引起民眾反彈 故此 果斷採取反制措施 好厲害喔 戰狼啊 這些字眼很厲害 日本戰狼啊 我們很少看到 日本那麼勇武的外交政策 我們很少看到 這個還是一個日本的官員 很少看到 他有甚麼反制措施呢 我們先不說 日本人說甚麼 外交部說甚麼 不過你們先聽完 外交部重申 鯛魚圖 鯛魚台是我國固有領土 日方任何 片面舉措均無法改變 此一事實 有無助於區域安全與穩定 我國政府立場堅定不移 除呼籲日方審慎處理外 也呼籲相關各方 避免 單方面升高緊張的行為 我國政府 今後將持續關注 相關動態 即時採取必要作為 捍衛我國主權 及漁民利益 也避免第三方 趁機謀利 你一聽 一聽 聽起來是不是以為是中國外交部呢 如果我們看看內容 台灣新聞 這是台灣外交部 因為其實台灣 也是聲稱擁有鯛魚圖的主權 而且 台灣的地理位置 真的是最近釣魚台 沒有理由 是屬於軟的主權 所以剛才那段說話裏面 有這個 第三方 趁機謀利 那個就是中共 你數來數去 台灣 日本 第三者應該就是中共 中共 因為中共也是聲稱 他們擁有這個釣魚台嘛 問題就是你也聲稱擁有台灣的 是不是 因為中國外交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 真的好像沒有就這個釣魚台 怎麼出聲 最近沒有空 比較忙 有很多人要對他索償 所以他暫時也沒有空 唯一釣魚台沒有向他索償 他說釣魚台 他就說發現了石油 是 這是70年代的勧探 但是現在到底有沒有呢 真的沒有人知道 那你還要去開 是要錢的嘛 然後你又要 要蓋很多設施 當時呢 80年代初 鄧小平就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釣魚台應該是各自發展 各自爭議共同發展 你又想啦 你也不是你的 各自發展 你又想啦 你也不是你的 各自發展 我們現在各自爭議共同發展 你又想啦 你過了29之下的肥膩 那我要跟你共同發展 怎麼那麼離譜 有一件事就可以共同發展 就是漁業 不是說釣魚台 而是索馬里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 原來是拯救了索馬里的海盜 有一個日本人 去到索馬里那裏教那些人暴雨 供應給那些 日本餐廳 日本餐廳 令到那些海盜 轉行 暴雨之呼 不用再出海打劫 這個其實是救了中國人的 因為當時大量的中國人經過亞丁灣就被海盜綁架 而向中國政府求助 拿索馬里的 但是他們 這些漁民本身其實是漁民 本身是農民 找不到東西才要下草圍購 如果技術含量提高 他們的暴雨的生產力就會提升 好過做海盜 你想想日本對世界貢獻多大 所以釣魚台應該是歸日本的 真的嗎 那人家是甚麼都可以 那不如他給索馬里吧 我們強烈 敦促 日方 嚴正敦促這個說法 對這個說法嚴正譴責 或是你把索馬里海盜交給中國 好啦 先說回日本 其實 想分析一下為甚麼日本有這麼大的動作 我們認為跟日本的經濟有關係 沒錯 因為 經濟派就不只是中國打的 日本也要打的 日本有些必有用心的政客 這次也有了 我們這次 繼續用回你外交部的說法 這個石門市市長會不會都是 因為這個 振興不了這個石門 沖繩 縣的經濟 其實他們分開了兩個體系 兩個行政區來的 所以 就是用這些 鷹派上身 又是右翼上身 吸引遊客 吸引遊客 吸引反中的遊客 可能是吸引選民的選票而已 也有可能的 中方 一向都是用這個說法 別有用心的政客 在欺騙選民 這個說法 其實最近他們剛剛說 他們自己打自己的罪吧 因為那個別有用心的政客 他們剛剛找了一個很高級的人去訪問 要去拜見他 那個叫做 蓬佩奧 那個除了是別有用心的政客之餘 那個還有一個 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人渣 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人渣中的人渣 你們竟然派人去跟他丟 還要去拜見他 那你們不是人渣中的人渣 你是人渣中的人渣的地底泥 是被人渣中的人渣踩在地底的地底泥 其實 中國外交部說話 毫無公信力 甚至乎他很多時候 嚴重傷害他自己 嚴重傷害楊潔篪也是最重要的 那個 無恥的政客你還要去罵他 真是陰功 先回來 不停地扯走 真的想說日本 日本也不是 不可能的 日本的右翼政客 真的是久不久 一般的右翼政客 日本也是在本土上小關注的 日本也是在做生意為主 這麼久以來 他們也是 做中國遊客 日本的經濟基本上都非常蕭條 因為日本的問題就是他人口萎縮 人們不願意生孩子 他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人口每年都在萎縮的國家 他的死亡率是比出生率多的 所以他人口是靜減少的 我們很難看到 日本有軍國主義復辟 這個絕對啦 人口也不足 當年為什麼可以有軍國主義 因為太多日本人就沒有工作 就跑去當兵 才能夠形成那件事 現在日本怎麼看都看不到那件事發生 雖然間中就會有些 右翼人士走出來 如果你在日本旅行 你會看到久不久有人在街頭喊咪 但是說的話就沒有人理會 好像香港的街站 好像那些藍絲的街站 其實沒有人理會 日本經濟是不是很差呢 很差也不說得上 問題就是他 經濟高度發展了 他沒有得再進一步 所以每年的經濟都是 零增長 或者是少少少少 還有這些邊垂的地方 沖繩 石環這些地方 跟本土經濟相差 十萬八千里 他們主要靠旅遊業 這些地方都是暴雨的 要是暴雨就是旅遊 我想說的就是 日本為什麼會做不起呢 因為他的工業生產基本上就沒有辦法降低成本 就算你去到這麼邊垂的地方 沖繩的石環 其實那個生活指數依然是高到你很難想像的 因為始終都是當日本嘛 因為有那麼大間的租金是比較貴的 大家去過日本旅行就知道 酒店間的雙方是很小的 這個真的是日本獨有的 他們連車也只是很小的方式的人 差不多兩人就可以 圈着的地方 所以日本的電器就適合香港人用 你會發現 你去看電器 你會發現 買歐洲電器是用不下的 因為太大件了 因為歐洲地方大 歐洲美國也是啦 你不會想放一件 電器瓦在你家裡僅有的地方 這個國情不同 每個地域不同 日本說真的 最近 尤其是安倍提出了安倍經濟學之後 張日元 息度的貶值 有一段時間是好一點的 但是 由於他的經濟體實在太龐大了 你很難推動他 日本人經歷了 金融風暴之後 泡沫爆破了 他們一直以來 給別人的感覺就是 他們知道買甚麼都是貶值的 經歷就不能貶值了 那些樓是扔給你的 因為那些稅重 很多樓是說送給你的 因為你送給你的 你就要接手了那些稅務 而且要轉名字是很困難的 真的要轉名字給別人 才能取得到那些債務 沒錯 所以呢 所以有一段時間 不斷有人賣日本樓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苦主 火棒 全部都是苦主 騙你說有多少回報多少回報 老實說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很難 千萬不要上當 日本甚麼都可以買樓 不能買的 他們都說是甚麼都會貶值的 就是經歷不會貶值的 所以日本人 拿了錢去旅行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極度發達國家會出現的情況 這個國家也很特別 他的旅遊業也不是真的做外國人生意的 其實他是做本國人生意的 他的旅遊景點好像不是打算招呼外國人的 全部都是日文的 因為他們 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國內的消費圈 他們只是去國內旅行 但是就是本州 去北海道 或是四國 或是六兒島 他們是覺得 自己流動已經夠了 他們不用做外國人生意 他們的旅遊書你一看就知道 他們是完全不打算招呼外國人的 近年多了很多 中文殘體字的刊文 或是香港字 香港人也有的 少呀少呀 日本人是簡體字的 是嗎 我見到一、兩本的 當地的那些 不是李行書局的那些 當地的那些 當地只是陰兩隻字體 有的 但是只有日本或是簡體字 所以 日本的情況 是屬於那種比較 排外一點的地方 所以經濟 很難說的有很大的 增長 日本我們 講到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就講了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